11日,最新片徐福封面表示,孔刘确定出演该片,并在片中饰演前情报局要员基线。 这期,新电影徐福,讲述的是面临死亡的前情报局要员基线,和得到了永生秘密的人类首例克隆人,以及想要得到他的各种失利之间展开的故事。 孔刘继TVN鬼怪之后,时隔两年的回归令人期待。 此外,该片由指导过建筑学概论的李永洲PD担任导演,完成其他角色的选角之后, 预计2019年上半年正式开拍。